意外就发生在汽车旅馆房间内 只见柱子上五片瓷砖掉落地面 墙上还留着瓷砖的贴痕 地面上则是布满着破碎的瓷砖 当时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小朋友 开心住进这家汽车旅馆 还许了一间大空间的房间 没想到柱子上的瓷砖突然掉落 砸中女儿的头部 女儿痛得哇哇大哭 家长赶紧抱起小孩直冲医院 因为伤口裂伤 医护人员帮小女童缝合伤口 还好女童只是皮肉伤 业者在事发之后 都没有主管出面道歉 只安排保险公司和解 还叫他们开架 令家属傻眼 不过业者也有话要说 我有买个玩具这样子 房租部分呢 房租部分有 就在隔天退房的时候 也退款给客人 业者强调 当下有协助女童就医 还买了玩具安抚小朋友 也向家属强调 如果需要处理什么问题 尽管开口 而消费场所建筑物如果不安全 造成消费者受伤 民众可以直接向建管处 或消保官检举 但需注意六个月的 有效期限 业者目前已经将掉落的 瓷砖修补贴回 而开心出游 却换来一场金魂祭 家属跟业者目前还在协调 赔偿事宜 藉原冰黄总盈台中报道